輸出的話有個問題 就是說它豆點太多了 尤其是那個金度、緯度部分 後面這邊的話總共會有不需要的這些 不過這個我已經把它修 那我要怎麼樣把那個豆點改成點 其實這個最後證券應該是這樣 就是25點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一個數字 然後呢這邊這個是東金 然後也是121點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數字 也就是說呢 需要做的動作啦 我想到的方法 第一個先把什麼豆點把它先去掉 所以豆點要怎麼去掉呢 這裡的話呢你可能要想到 如果你要把它這個豆點去掉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自竄的一個方法叫replace 其實replace非常好用 而且還蠻常用到 假如說你們將來遇到就是 這個你要存檔的資料裡面 有一些部分是要變更的 或者說它裡面有一些非法的資源 你要把它去掉的話 或者把它清掉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replace replace其實還蠻萬用的 OK 那怎麼樣做 那首先第一個我們要針對什麼 哪個欄位 那這邊應該總共有七個欄位 它應該是尾巴的兩個 所以應該是第六第七 那第六第七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會是在format這邊的 第幾個呢 應該倒數這兩個 應該是 列十二裡面的五跟六 那我們假設 先把它先處理完之後再存檔 所以我們在format上方這一行 先做一個動作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先調用出來 然後呢 它自己本身先處理完再存回去 所以呢 你就在這邊加一個列十二的第五個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它自己本身 然後後面加一個什麼 點replace 也就是說呢 我要針對這裡面它的資料 去做取代的動作 那取代什麼呢 把豆點 取代成 沒有 所以呢 這邊必須要有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呢 就是 豆點 一個參數是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意思是清楚的意思 就是看到豆點就馬上拿掉的意思 所以這還蠻好用的 而且有的時候爬蟲 常常遇到就是說 它爬下來的東西有非法支援 那 造成你那個 程式 沒有辦法寫入到 你的檔案的問題 那怎麼辦 常常要不就把它置換掉 要不就是怎麼樣 要不就是把它清除掉 所以用來用去 都會用到replace 所以順便講一下 這還蠻重要 不然的話 很多時候同學都卡在那個 沒辦法完成 為什麼 因為有非法支援的問題 OK 類似像這樣的問題 那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把那個 豆點先取代掉 但問題來了 取代掉不對啊 那取代掉它就全部串在一起了 那也就是說 它本來應該加個點的 比如說 25點 然後後面有幾個數字 或者是121點 然後後面有幾個數字 那我要怎麼針對 這個像北緯好了 北緯前面一定是兩個字 一定是 比如說 21、22、23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數字 那所以呢 我們 後面第二個就是說 再把這個 有沒有 list2 這個串列裡面的 這個index5的 這個資料 怎麼樣 先取代之後 第二個動作怎麼樣 在它中間 再串個點 OK 所以呢 如果你要串個點的話 那當然你要算字數啦 那所以呢 我們這個地方就可以用 第幾個字到第幾個字 比如說 第0 是從1 第一個字 到 就是前兩個字 先取得 0 冒號2 指的是01 就是前兩個字的意思 因為 前面0的話 是它開頭的這個位置 2的話是停下來 停下來是不取的意思 所以它基本上 然後取是第一個字跟第二個字 OK 然後呢 中間再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點 所以在這中間 我先串個點 再來的話呢 後面的數字呢 我再把它加到點的後面 所以呢 我們可以拿 後面的數字呢 那開頭 就是 01 再來是2 所以這邊給2 到第幾個字 假設你不知道沒關係 你可以打一個大一點沒關係 因為反正大一點 它就取 比如說它可能只有六個字 那如果你給9 它就取到第六個字 大一點沒關係 但是 不能小就對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它基本上就是變成25點 然後後面就是加 剩下來的數字 那這個 這個後面的冒號 後面的數字 就是它結束的位置 那你可以大一點沒關係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 我們 北緯的部分OK之後 再來就是東京 東京的話是 比如說1、2、1 前面是3碼 那怎麼辦呢 其實一樣 我拿這個 62 第1 第5 來改比較快 其實你會發現 動作大部分都一樣 這邊把它的 第6 就是第7欄 然後一樣把那個 豆點取代掉 那不一樣的部分 因為它的這個 數字 它應該是 就是 3個 前面是3個 1、2、1 所以這邊可能要改一下 0、3 就是 0、1、2 3個字 然後呢 中間加什麼 加上點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後面要改 這要改 6 然後從第三個字 有沒有 應該是 這個3指的是 第4個字 因為它從0開始去 一直到最後一個字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完成了 改完之後呢 它最後再把 它的這個結果存成 這個CSV的話 那理論上 就沒有剛剛那個 因為豆點的關係 而多很多欄位的問題 所以我把它一樣 我把它執行一下 然後先確認一下 剛剛檔案要把它關閉 否則它沒辦法存 OK 執行 那如果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那表示應該OK 那我再把那個 剛剛的這個檔案 只外線點CSV打開 那各位可以看到 打開之後的話 裡面呢 剛剛會發生的 多四個欄位的問題 那目前看起來 好像就正常 有沒有 22點 多一個這個點 本來是豆點豆點 把它拿掉 然後加一個點 然後後面就是數字 那這個後面的數字 反正我們越大 反正它幾個字 它會自動去抓 抓最後幾個字就幾個字 然後這個是尾精度部分 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OK 那最後其實 假如說你是那個 比較新的版本 2013以後的版本 你在插入裡面 這邊就有一個 這個地圖 有沒有 那我其實 這邊有精度尾度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用那個地圖 假設你們有新的版本 你可以玩玩看 這邊就可以把那個 側站的那個位置 它會幫你點在哪 點在那個地圖上面 那你可以知道說 原來台灣 指外線側站哪個地方最 最多 看起來它好像也不是集中在北部 中南部好像居多一點點 而且還有一些側站是 設在那個雪霸吧 中央山脈好像也有 OK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利用Google 這個那個 Excel的Map 所做出來的一個圖 給各位參考 那 剛剛的那個程式 這邊也有 OK 跑掉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